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一直没有很喜欢我 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直觉得 我比你的 其他孙子都游戏 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前几天我就因为骑身车 把我的脖子盖都给摔中 我就自己到医院看了 我也没告诉他 我有一次去录影 那个导演叫了三个女生 两个男生 我就是被闲着的那个 爷爷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当时都快哭了 然后我就说 没事啊 就我说今天拍了一天挺好的 我呢最不想告诉他的 他的爸妈现在已经离婚了 其实我父母那方面 其实我都知道 他其实是不想让我知道 那我也就做做不知道 就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一直没有很喜欢我 我小的时候就是一直觉得 我比你的 其他孙子的 都游戏要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我呀 有个小警户 我老板我都没说过 我留了以后就想着 生日出家的时候吧 风风光光的 因为我们家没有出过大学生 全家人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所以很怕自己会辜负他们对我的期待 爷爷吧身体特别的不好 我也不敢跟他说 因为他跟他爷爷感情特别的好 爷爷最会儿是上天堂 那是什么声音 你在哪儿 在你小儿的男家呢 爷爷 我说了没有这么这么看过我奶奶 奶奶都老了 好看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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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中文字幕 李宗盛